在座的对于好看的女生 一般还是很nice的 就是我们就跟在培训她一样的过程 而不是面试她的 但是斌宇啊 我确实我要说一句 即使是一个大三的女生 你应该下学期大三对吧 然后你也接触过一些外部的一些活动 坦率说从老道程度上来讲 执行的老道程度上来讲 是不如很多大三的女生的 有一些大三女生 其实参加过社会活动 参加过学生会团围等等 他们其实说话要比你老到 你其实是本身自己想说什么 就是说什么 没有太多这一类的经验 是不是 对 这是另外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 你特别怕自己说的话脱稿了 是不是因为做主持人做多了 还做播音做多了 就你前面自我介绍的时候 如果有一句话里的 有几个字不对你会重来 有这方面的影响吧 然后是想就是 跟准备的东西是一样的 我反而想在你实习阶段 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你擅长的 我想邀请一位嘉宾来跳一下交际舞可以吗 他一直看磊歌 他眼神一直在你身看半天 你就不要主动一点 你是跳舞这事 我都七老八十了 跳啥呀 简单的几个步子就可以 那你带我吗难道 就交出了这个步子 那是很标准吧 动大大 踩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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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子不对 节奏完全不在点上 这时候姑娘的大头鞋显得特别夸张 不要拍我鞋 徐蕾一上台我以为他很厉害呢 蕾哥是那个那个那个动作 上去站姿 很专业 这不是交易舞变成交流会 对啊 我还没找到这个拍 我觉得徐蕾你要是跟这姑娘表演摔跤的话 我觉得更像 跳舞这个事呢 确实比较难 是因为他得靠男的带 而我太多年不跳舞 对我觉得蕾哥没有问题 因为他本身他不是专业 人家会不会也不知道 但是他很难带舞 兵语也是那么直直硬的呢 紧 为什么选择这个才艺做表演呢 展现一个交流配合能力吧 但是没有展现好 那如果说你的这场才艺表演 是一场策划的话 你对刚才的这个结果怎么打分 我自己肯定也没有表现很好 其实兵语啊 就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你要找一个男生上来陪你跳舞 这是你的一个策划 对了吧 就是一个环节的策划 但是你应该预判到 或许场上没有男生会跳舞 这个你有预判吗 有 你已经预判到或许有人不会跳舞了 你也没有解决方案 你还要按照你的想法去做这个活动的执行 然后你又执行了 结果可见效果是极其的不好 那在这一场策划里面 你不觉得你身为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一个特别失败的一个策划吗 我觉得你们都太 有点古板啊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你们不太了解 年年后的这个小妹妹 她们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 作为求职来讲的话 她策划一个这样的环节 放在做才艺展示 通过互动性来跟这个boss们 有更深的交流和沟通 我认为其实策划还挺好的 容忍我同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来讲 我觉得她选这个才艺 我认识没有问题 不对 问题非常大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她的目的是这个 但她没有到达这个目的的实现路径 她不考虑路径和后果 光想是没有 其实我同意郭兰的 就是 变远 你今天 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策划来展示给我们 其实你应该先跟导演沟通一下 说我的才艺展示环节是要跳舞 你们能不能安排一个企业家 先跟我彩排一下 这种就是你在策划上确实还不是很老到 如果你在这个环节前面这样做过彩排 那就特别加分 杨荣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你特别伪善 就这个姑娘其实刚才表现 从策划的创意一直到执行到结果 其实表现得都不好 我实在想不出来 你为什么还要用这种话去表扬她 因为我觉得她其实你想 你要作为一个大的学生 我觉得她其实在策划这个 她心里面的想法没有你想那么商业化 所以很正常 她还是一个没有大学毕业的学生 所以她其实到台上来 我们能看到她是一个很单纯 善良小姑娘 她想展示自己最好的那一面 对不对 但可然这个过程上确实不如 不尽人意 没有体现出来她那个好的效果 但你不能因为这样说 你说人家总体就策划能力就不行了 你知道吗 这是一场职场节目 我们在这个职场上展现的 就是专业度和结果 如果说这种专业度和这种结果的话 你都要去表扬她 你不觉得你在错误的引导舆论方向吗 她在做这个才艺展示的时候 她为什么不能自己选自己才艺呢 那你所有的事情 你觉得她从选了才艺 她也需要策划吗 那你究竟她求职是做策划助理和做执行 那么她对她的要求 就比一般的选手更高吗 我看以前长得很好看的姑娘 随便你怎么一唱歌 你都不行了夸别人了 我想说的是姑娘 策划要天马行空 但是执行要严丝和缝 从这两点角度上来说 今天的确表现千佳 比亚伦选择去货流 还有一盏灯 直接进入谈前不上感激 我还挺喜欢你 冰云 因为我觉得你性格特别真诚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愿意去努力 而且认真的人 所以我愿意带你 所以我给你的岗位是市场助理 然后可以用投资 薪酬14K 谢谢 杨荣 杨荣是不是因为我跟你吵架了 所以说你故意怄气给她留灯 没有啊 我真的很喜欢她 因为我 告诉你杨荣 如果说在场上你不给她留灯的话 她会回去反思 她会去寻找我的弱点到底在哪里 她下次在这找工作的时候 她会提前做准备 那才是真正的帮她 你是在害她 我觉得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 她还没有走进职场 她的第一个导师是谁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她如果想要去努力 那么她只要她实习 实习的时候谁带她 谁能够把她在 她从这个学校到职场第一步 给走好 那我觉得很重要 杨荣 她站在这个台上这一刹那 她就是走进了职场 调期可以了 不用说了 那你现在可以问杨荣一个问题 你关心 你没有你要关心的问题吗 有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了 杨荣是哪家企业 这个要给你留灯的这个女企业家 她是哪家企业 她的企业名称是什么 你告诉我 不知道 对吧 所以不知道也不丢人 所以你第一个问题就应该问 请问你是哪家企业 你连杨荣是哪个企业你都不知道 干什么你也不知道 接下来你们自我选择 孩子啊 你现在考虑十秒钟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到底是黑洞投资 还是谢谢再见 请考虑 黑洞投资还是谢谢再见 并于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黑洞投资 对不起 dall来 让我们回工作 韩roads 同此 我们的施过 当我们回ação 予景